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咱们平时心里队谁是咋来 刘芳啊 人家俩是想趁咱们大家都没来的时候 刘芳呢 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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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来呗 没来 他今天打孩子去监狱看见女子 什么母亲 父亲拿剪刀 他丈夫那个 他呀 人家骑到 那怎么事先没约好啊 这不是起个大早赶个晚急吗 多云 多请 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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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疼真啊 有些人 七哥 这看你一脸阴云密布的怎么了 是不是走在晚上和刘芳闹别扭了 你怎么就不往好来想呢 好好好 你这个沉思吧 我不打扰你了 好心当初鱼干肺 老亮 干嘛 你那有纸吗 给我一块 我 没有 咱们也不会沉思 也没文化 哪来的纸 方 我知道你生我的气了 我也觉得我窝囊 没出息 这些我都会改的 我一定不让你失望 请相信我 可有一点 我不会改变 那就是我对你的爱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不管你对我怎么样 我都一辈子爱你 来人了 疼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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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新警队 知道了 啊 啊 你们两人到看守所去一趟 把于飞送到医院去 他怎么了 说是拦了一起 哎 快去 知道了 这于飞也是 他说说他还胡吃还塞的 我真面子 啊 两我去吧 我 我 我正好到医院 去取点药 老杨 英雄 又逃了 谢谢 齐总 你要直播 我那 不要 我有 有了 那辛苦你 辛苦你 好 我交车点 杨自荣 有能力把这副单子跳 哎 杰总 你真是流芳当变子了 两口子哪有不吵架来 嫂子 今天怎么这么清闲 我去银行办点事 本来想一个人坐着的 后来一想 还是给你打个电话吧 您好像 做点什么 绿茶 你今天好像有点忧郁 哎 我搬手机去啊 嗯 oring 我不想再公司干了 我想辞职 sa sound 李小方会不信 是我不信任他 这几年 他的产业发展得很快 取得了不小的成功 可是 他对成功 当然了 有的是靠他的聪明才智 有的可是靠投机取巧 哎 阿蓝 你怎么没去 啊 啊 哦 那个谁 王启东去了 他说他顺便到医院拿点药 你就是偷了 你这叫小心药我还不知道 哎 徐队 哎你这是这是冤枉我了 我跟你说啊 当时是王启东自个主动要求去的 你不信 你问他 是不是 我刚回来 这这这还真没人看见了 这个 哎 徐队 真的 你不信回来问黄游 你这这还真心啊 我简直要渴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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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把李小芳想得太坏了 那倒不是 其实她对我一直还都是不错的 包括对萧萧米 我觉得她也是真的 我还真没见过 她对哪个女孩子这么争过呢 可我就觉得她的生意越做越大 我越来越不踏实了 我哪怕她出什么事 而且最近我看她好像老神神秘秘的 是吗 拉利家 刚刚居留所来电话 说这个余菲拉利姐要求保外就医啊 我派这个黄小勇和王启东去了 菲拉利姐 昨天奇铁来公司了 问起于飞的事 问她都做些什么生意 李小芳参与了没有 这我哪都知道啊 不过我想 李小芳不可能跟她一点关系没有 他们常在一起 起码有些情况她是应该了解的呀 奇铁来找你啊还是找李小芳啊 找李小芳 她没在 这些事我哪说的清楚啊 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也要拉肚子 我真不敢想象将来会出什么事 我经常会有一种恐惧感 都成条件反射了 我经常会胡思乱想 嗨 你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 我实在是受不了啊 什么呢小勇 你要真不行的话 咱就靠边停车 在那边的小树林 我给你停一下 小勇 那我开到前面等你啊 昨天有一个穿风衣的人来找李小芳 那个人我从来没见过 他那样子怪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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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了屋里面了 冒进了老袋子不摘 我看他们俩鬼鬼祟祟的 我看他们俩鬼祟祟的 是谈生意的 不像 不像 不像生意人 很快的 很快的 你听到他们说什么了 你听到他们说什么了 一起干吊 这一起干吊 是什么意思啊 是傻人吗 你要干什么 你们也太不讲信用了 他可千万别干这种事 我告诉你你不要乱来啊 你们太不舍心了 你这是要犯法的你 瞧你那点出息 窝囊废 你真是太窝囊了 窝囊废 窝囊废 你说我什么 你他妈敢说我窝囊废 你敢说我没出息 我他妈逼了你 倒先去 快乐 快乐 1 4 5 5 6 6 5 6 行动 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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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出事 赶快上车 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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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启动 启动 小勇 他怎么了 你说话 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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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抬走 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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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怎么样 现在 启动 咸 没事 没事 别怕 别怕 好 有 苦什么苦 有车来了没有 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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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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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好像是这儿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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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敦 季敦 我不想死 你不会死 我真的不能 你不会不能 我不想死 季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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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死 季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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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能死 季敦 大哥 怎么了 你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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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骗了我 你把他杀了 是你把他杀了 你听我解释 你冷静点 那解释什么 解释什么 你混蛋 混蛋 我解释回了你 我解释回了你 不能留在他 他会对我们不利 住口 那是你们黑帮的手段 你知道吗 我不是黑帮 我不是黑帮 你没有这权利 他是我的人 你不是杀了一个什么人 你知道吗 他是警察 他是我兄弟 你知道吗 我知道吗 我这把 别说 他是我兄弟啊 他是我的兄弟 你知道吗 他快要结婚了 他快要结婚了 你是我把他害了 我对不起他 我对不起他 我也厌恶杀人 我也不愿意杀人 可是现实 就逼着你 只有这一条路 当然 还有自首 可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我所开创的一切 就那么毁了 我也不愿意我 我的理想 就此半途而飞 我更不愿意 你受到牵连 大哥 真的 我说的是真的 如果有一天 我真的进了监狱 我绝不会出卖你 我愿意承担这个警察的一切后事费用 我愿意承担这个警察的一切后事费用 我愿意承担 王大利寞 我愿意承担 你跟那天 我愿意承担 还丹着 container 谢谢你为启动做的一切 她是我的朋友 她是我的爱人 我原来以为我并不爱她 可她总的那天我才知道 她是那么的可爱 那么的值得我爱 有的人说她窝囊 我也觉得她没出息 她口高 怕血 有时候还胆小 这些我都会改的 我一定不让你失望 请相信我 可是我忘了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她爱我 就像她曾经给我写的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不管我对她怎么样 我都一辈子爱你 她都爱我 我真的不敢想 她在追求我的过程中 经受了多少委屈 承受了多少痛苦 可她从来没有退缩过 从这一点上 她比很多男人都坚强了 一个女人 找到了这样的感情 还需要什么呢 我真是 到今天才明白这个道理 我浪费了太多和她在一起的日子 我真的很后 到今天才明白 很多人常说那句话 要找一个爱你的人 而不一定找一个你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 你要保证 将来无论什么时候 都要对王岐东死的真相保密 我保证 是 我明白 你报明白 我要让她永远平静地躺在这里 让尊敬她的人 永远怀念她 让爱她的人永远思念她 我要让她在人们心目中 永远是一个英雄 所以我说 人和英雄之间的距离 只有一秒钟 按你的说法 这英雄也许就是不经意产生的 那一秒钟啊 当事者可能只想做好一个人子 他什么都没想 别人往往喊他英雄 那你的意思就是 人和英雄之间没什么区别了 站起来这人就是英雄啊 站起来这人 不不不你这你别急 这是咱俩私下谈话 你别给我登报 你登报了领导会就现了 我说清楚 不能不能 没事 李总 这是这个月的报表 放这吧 许姐 有事吗 想跟你说点事 好 那 坐下说 李总 我 搞了这么多年财务 每天是 报表统计啊 有的时候还参加一些谈判 我现在 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了 我觉得挺吃力的 所以 我想辞职 辞职 你看咱们财务那郭小燕 年福里强的 也跟了我这么多年了 我现在觉得 许姐 你是不是觉得最近公司出了一些事情 所以你就 不是不是 我是觉得 我不能像以前那样 那么有精力 那么有精力来处理事情了 这 许姐 你再帮我半年 再坚持半年 等我把几个大的项目都搞上去了 到时候你再走 我一定放你走 到时候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好吗 可是我 许姐 到时候我给你五十万奖金 李总 不是奖金的问题 许姐 帮帮我 你一定要帮我 要不这样 你以后 财务处的一些小的项目你就不用管了 主要是管管大的账目 把主要精力呢 放到一些新的项目上面去 你看这样 行不行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这鲁呢 这一下子 六百万 我六百万奖金 是谁 阿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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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你们俩 那个到李小坊这儿去一趟 就说请他过来协助我们调查 好嘞 就传警服去 李小坊 你把那个于飞那个口供再打住我看看 我不管他谁啊 什么东西 我照样把他拿下 大哥呀 这两天心情不好 李小姐就不了的事就这样 嗨 大妈 谁同志出那么大事 心情肯定都不会好的 这事要放我身上 早把你凶手 凶手那么容易找着 大哥就不上火了 就他那脾气 要知道谁是凶手 他都跟他喝个命去 还等你呢 大妈 这瞎吹吹牛吧 你还得当真了 我碰着凶手啊 先把自己吓晕了 还杀人家 送命去吧 来 来 走 阿蓝 你呢 有功能就过来 哎 啊 听大妈说说话 东西要是忙啊 去上这吃呗 大妈给做 啊 我这两天不是老来陪你吗 那倒是 可就是 一来忙的活活的 捞不上说几句话 哎 大妈无理外的就我自个儿说了 可怜呐 哟哟 瞧您说的 把自己当孤娃老人似的 您不怕有大哥的吗 晚上大哥回来陪您 白天有我陪您 那像我呀 回了家就自己一个人 那才叫孤苦伶仃呢 您说是吧 对啊 嗯 要不搬过来住 啊 搬过来 你坐 坐 其实 找你来没别的意思 就是 想 让你介绍一下 那个 余飞那个房地产公司 就她的一些情况 你要是 有别的意思 我也愿意协助你们新警队工作 余飞 毕竟是我下属公司的人 我觉得我有必要 把 我和她的一些情况 跟你们解释一下 好好好太好了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不抽不抽 我不会抽烟 就是 余飞的事情 你是公司董事长 你是都清楚的吗 实在在的说 公司正常的一些生意网来 都比较清楚 可有些属于她 个人的一些事 我未必就十分清楚了 我听说李总 和余飞的个人关系 要比其他分公司的 负责人的关系 要进面的多呀 是是是 她跟我的时间 要比其他人长得多 所以呢 我把她当作 新手来处 再说这个人 也比较聪明 我有些事呢 喜欢跟她商量商量 那既然这样 就是余飞的这个为人呢 你是不是特别了解 说不了解 那是骗子 应该说 还是比较了解 可是这个人 毛病比较 可有一点对我很忠诚 那就是 对我来说 她还是很忠诚 嗯 那既然是这样 你说她是不是 有可能跟你说 她自己的事 你是指 哪方面的事 你想 她走私枪支 这怎么可能呢 要是我干这种事 我也不会跟她说 你说是不是 她不是你心腹吧 心腹呢 是相对其他人而言的 可是就个人来说 还有什么人 比自己更可靠 你说如果余飞她没死 会怎么样 那样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找到她幕后指使者 应该是这样 可我不是听说余飞死了吗 要是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就很难证明 到底是谁指使她干的 暂时是这样 那太可惜了 你看 还有什么事 我能帮忙的吗 不用 你已经帮上很大忙 不过将来呢 你可能会帮上更大的忙 到时候 我会专门拜访你 那今天就这样 谢谢你 那我就先走了 以后齐队长有什么事 给我拿个电话 我随校随到 再见 这这这 慢走我不送了 再见 来都记下来 进来 这有用吗 对你来说没用 这这三个人 我找到 你来 我找到 这一天 我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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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你来来 到李小芳的公司 把小芳给带走了 李副市长听了非常震惊 不知道 是不是小芳犯了什么违法的事情 所以让我来问一问小局 究竟怎么回事 今天 不会吧 我没有得到任何要抓李小芳的事 这就奇怪了 难道那两个是冒充的 是这样啊 你坐你坐 我打个电话问问 喂 刑警队吗 我小芳萍 你把七爹给我叫来 什么 他出去了 到哪去了 你马上打电话给他 就说叫他打电话赶快给我 我等他电话 就这样 你看七爹不在 这样吧 他只要一给我回话呢 我马上就把情况告诉你 你看 这样好不好 那好 不过要快一点 李副市长还听话呢 好 又回话 我马上给李副市长回话 好吧 先回事 好 再见 谢谢啊 小芳 小姐 你过来 你们怎么搞的 你们干嘛把李小芳抓起来 是这样的 我们只是请李小芳啊 回去协助我们调查一下虞飞被杀的案子 因为虞飞的公司是李小芳的一个下属公司 其得想看看他能不能提供一点线索 所以请他到行李队去了一趟 是这样 小芳啊是协助调查 没什么事 对了 我忘记介绍 他就是徐鹏 刑警队的副队长 这是李副市长的张秘书 你好 你好 如果是这样 我希望你们刑警队在今后方法上应该调整一下 两个警察大白天的到人就公司去带人 让别人看了 你让李小芳怎么做生意 经商最大的财富就是名誉 要考虑到别人的身份 不能光想着破案立功 这 您说的对 这方面我们工作做的不细 以后我们加以改成 谢谢您的意见 好 那好 好 校长 我先回了 以后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好吧 好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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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芳 你今天回答得非常好 这样跟骑铁 那非跟人家打起来 其实骑铁就是脾气不好 别的他 我比你了解他 来 你坐 你坐 其实今天呢 他根本不是请李小芳协助调查 他是怀疑于飞的死是李小芳搞的鬼 他呀 为什么老跟你小芳过去 那这个事情我就不太清楚了 您知道我刚刚调了刑警队来 以前的事情 我知道我知道 小芳 您是不是病了 哎呀浪漠病 哎呀就最近疼得厉害 有什么事你快说 啊 我是想向您汇报一下队里最近的情况 你是不是要不让我送你上医院吧 没事没事没事 要我去吧 你说 啊 我们队里最近也给我整理那个大量的活动 喂 我小米 哦 铁子 你滚回来了 我跟你说啊 你不要老跟你小芳过一不去 好不好 我找一个人调查 怎么怎么怎么的违法呀 啊 你说那于飞是他的下属 我不找他 我找你啊 一个很正常的事 怎么到你这这么麻烦呢 啊 我找一个人调查 还得经过你批准 啊 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宽了 李小芳 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站着你的父亲就觉得自己了不起 只要我抓住你犯法的证据 我不管你是谁 你就天保老子会照抓不误 不行就试试 铁子 你别发那么大火嘛 如果我真要犯了什么犯法的事 你可以抓我 到时候你就知道我李小芳 是不是靠父亲吃饭 你以前这个搭档 性子还真急 我话没说完 他就把电话放了 你千万不要以为 起铁是一时冲动才给你打电话 就算是冲动 我们也不能答应 我太了解起铁了 他可能从你们的谈话中发现了问题 不可能啊 我跟他说的刚才都告诉你了 有什么漏洞吗 我没在现场 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有的时候一个动作 一个眼神 起铁就能凭着他的直觉认定一些问题 这段时间不能出任何差错 否则我们就全完了 谢谢啊 谢谢啊 你怎么来了 我看看你 那走不上楼吧 不来 还这样吗 我知道一个 比较合乎你口味的菜馆 我请你吃饭给他 走不 走 你呢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